新聞稿通通要幫扁家脫罪 但是卻自打耳光 扁辦新聞稿中駁斥媒體 扁家沒有用現金購買一品院豪宅 事後證實扁家的確沒有用現金 而是委託林文元購買 一次買兩戶不但沒付半毛錢 還賺進了5000萬的買賣差價 他從來沒有支付任何一毛錢 因為那個錢是我店的 扁辦新聞稿中也提到 扁家絕對沒有插手二次金改 事後特徵組卻查出 為了插旗兆風機 雇重量高價買樓 讓當時董事長鄭昇馳 賺三億元的差價 而再匯給扁家海外賬戶 扁辦戶主新切 新聞稿中強調 國務基要費一毛錢 都沒進扁家口袋 但是陳振惠卻認了 的確把錢匯進人頭賬戶 在每個月提前出來 而吳淑貞也承認 拿了罰票私報國務基要費 洗錢案剛剛爆發 陳志忠從美國返台 新聞稿中說是政治迫害 讓陳志忠無法繼續留學 但是吳淑貞卻有不同說法 如果說現在所查到那些錢 他把它當作自己的錢 他實在不用擔心 那他付不起 這是志忠的學費嗎 對 學費和房租 扁范想幫陳水扁一家人 粉飾太平 但是卻有越來越多的犯罪事實 已經被攤在陽光下檢驗 東森新聞彭海克俊成 台北報導 阿扁在所內違規接受了 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訪問 現在台北看守所是祭出懲處 將特件的次數改為每週一次 而且特件的名單必須在前一天 就承報給北索 把這個禮拜特件機會用掉的 立委图醒哲 他轉述阿扁自比為 曾經服過型的捷克第一任總統 哈威爾 他要求索方要尊重人權 在北索裡頭的阿扁 竟然可以瞞天過海 在索方不知情的情況下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記者的採訪 看守所方面得知消息 決定對違規的阿扁 祭出懲處 索方這次大動作 決定將特件次數減少 原本一個禮拜五次的特件 改為一個禮拜只能有一次特件 而且特件的名單 也必須在前一天 承報給北索方面 對申請特件的人員進行調查 聽到這個消息 把這禮拜唯一一次特件機會 用掉的立委突醒哲 轉述了會面時阿扁的抱怨 甚至還提到阿扁自比為 曾經服刑過第一任捷克共和國 有作家總統支撐的哈威爾 暗指自己遭到司法迫害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間 有特別提到哈威爾 哈威爾總統夫婦 也有到我們台灣來 他是弄非有獎得子 我們台灣的司法 是不是能夠有一天進步到 能夠像這樣子對人臣的尊重 把我們這個特別接見 又減少成一個禮拜一次 不是聰明的做法 這一定是有什麼壓力 先是自比為下台就被清算的平民皇帝王莽 現在又自比為遭到司法迫害的作家總統哈威爾 可以想見在北索裡頭的陳前總統 忙寫作 忙官司 也忙著找古今中外 和自己際遇相同的名人 強打悲情訴求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阿扁自比為諾貝爾獎得主哈威爾 並沒有辦法阻止特征組偵辦扁家的進度 今天特征組就約談了陳水扁的好朋友吳文青 偵訊當中吳文青坦承他的確幫忙扁家 搬了在國泰市華銀行裡面的7.4億 恐怕會因此招列被告 另外吳淑貞坦承保來豪宅是買的 而不是租的 特征組說其實一個月前就已經去查過了 一身輕便穿著 藍色西裝外套配上白襯衫 陳水扁高中同學吳文青遭到特征組約談 即使捲入扁家畢案當中 態度還是相當聰容 笑容老化臉上 這是什麼原因過來啊 沒有啦 沒有什麼事情啦 恰功啦 恰功 不過明明是來接受訓問 卻說是自己來恰功 這個答案當場讓記者傻眼 吳文青因為在2003年 從扁茂工廠分別匯了一筆500萬元 以及800萬元的資金給吳錦茂 涉嫌幫忙洗錢 另外一部分則是國泰市華銀行7.4億元 由他跟吳錦茂以及陳俊英三人 幫吳淑貞搬錢到原大馬家 證訊中吳文青坦承幫忙 恐怕即將被列為洗錢案被告 而保來大廈確實是扁家買來的 特征組也首度證實 一個月前就已經掌握消息 扁家他們保來的租金啊 然後是不是詐領的部分 詐領禮玉金的部分 之後這個案子會從總統府這邊 併給你們嗎 還是怎麼樣正辦 我們有含請總統府答覆 上禮拜嗎 主任是上禮拜嗎 還是 有以前 有一個月以前嗎 有那麼久嗎 有有有 早就去含總統府權力清查扁家人 總統禮玉金的使用情形 東訊新聞理事會許舒敏 SNG小組 台報道 好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看的是一個 詐領政府公帑的消息 政府一年花了4億 捐助給中衛發展中心 但是立委邱怡踢爆了 這個中衛的總經理疑似 出國考察一次 卻申報了雙份的經費 還有一名人員更扯 竟然可以同一時間在薩爾瓦多 跟中國大陸出差 立委痛批中衛根本成了西邪法人 手法跟貶真A錢一模一樣 這個手法跟陳水扁無數真像不像 像啊 像啊 這個叫上行下效 在陳水扁執政下 真的是上下交增力 是誰這麼大膽敢學貶真這樣A錢 立委邱怡踢爆就是經濟部捐助的中衛中心 每年拿政府4億補助 名義上是協助企業建立工廠制度 和接受政府委託計畫 不過邱怡說中衛出國考察經費 爆得太誇張 像是總經理蘇景火在96年 付西班牙考察這一趟 先報了一筆14萬的出國費用 又另外報了10萬元的海外台商輔導費 疑似雙重申報 另一位更扯 這位陳信員工 在96年5月26號到6月付薩爾瓦多 申報了8萬元的出差費 但同一時間又申報到了昆山 領了將近3萬8千元 他跟謝長廷一樣 可以學授激利 然後有分身 一個本尊在薩爾瓦多 一個分身在昆山 然後報兩筆費用 有這麼離譜的財團法人 是符合政府會計的一個規範 那麼事實上是資料上的一個錯誤 還有更誇張的 是國貿局委託中衛出國考察 花了30萬 只交出38頁報告不說 照片用的還是前一年出國拍的 通常在相機真的是被偷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想通常也不願意這樣子做 又是搞錯資料還有丟相機 怎麼誇張的事 全都讓中衛中心給碰上了 這些說詞想讓大家相信 錢沒有亂花 未免太小看人民的智慧 東盛新聞 領受城鎮龍中五軍 台北報導 中衛中心被踢爆濫用政府的預算 大家就不禁好奇了 像中衛這一類拿政府預算 卻不用受到監督控管的單位 到底有多少個 答案是155 而且年度總預算居然超過了1000億 他們常被立委的助理系稱為小金庫 意思就是錢很多 即使在去年預算結算法修正了 立委還是拿他們沒轍 因為根本看不懂他們的預算書 光是經濟部的外掛財團法人預算書 就有這麼多 再看看中央政府的統計 總共四頁 密密麻麻各種單位被踢爆的中衛中心 當然也在 全部的外掛財團法人 總共155個 97年度的預算1300億台幣 而你以為中衛中心的濫用預算 是唯一的一件不公不義嗎 我們來聽聽立委黃偉哲怎麼說 以這個經濟部的這個標檢局來講 他們就委託一個奇怪的單位 然後做一個什麼AFACT這個奇怪的單位 每年光是業務費就已經花了900多萬 然後這個又委託費又花了50多萬 結果就回來報告只有5頁 事實上根據黃偉哲辦公室的調查 拿了標檢局預算的資扯會 有人到瑞士假洽工真旅遊 出差5天卻乘報20天其他15天玩的可開心了 其實這些外掛單位在立法院助理的口中 叫做小金庫顧名思義即金追 而單位屬性分為兩種 一種是財團法人 一種是非營利基金 在財團法人的部分 立法院去年通過了預算法41條 結算法29條的修正案 規定財團法人的預算必須要送審了 結果預算書送到立委諸公們的手上之後 由於這是史上第一次審查這一類的預算 委員跟助理們根本看不太懂 加上有太多其他的預算要審 弄到最後小金庫預算還是匆匆過關了 只是這種可能藏污納垢的黑暗角落 在中衛中心被踢爆之後 可能會慢慢地浮上檯面 動車新聞張嘴中家好 台報道 好 我們接下來要看一個驚心動魄的畫面 在台灣的台東縣議員 施向青上午到縣府參加會議的時候 講完話沒多久突然身體不適 面色發白倒地不起 由於施向青之前有中風的病史 被懷疑是中風復發了 台灣的台東縣議長衛生局局長 都親自動手救人 也讓到場的台東縣長邝立真 嚇得花容四射 突然間的一陣混亂只見台東縣議員施向青 整個臉色發白不對勁 雙眼向上吊嚇壞一旁所有人 就風了 你先搶去吧 有水 你就周圍 你都周圍 在1959年3月10號公開撕毀 超過12億台幣添加買下圓兵圓文物 屬手吐手的買主就是這一位 一身黑的廈門商人蔡明超 以廈門新鶴拍賣公司的名號來競標 蔡明超這一買讓全世界都非常震驚 不過更令人傻眼的消息是 蔡明超根本不打算付錢 在那個時刻 每一個中國人都會站起來的 只不過是給了我這個機會 為止是盡了自己的責任 但我要強調的是 這個款不能付 從站上講台到回台下 蔡明超的聲明只有短短的16秒 而且這16秒的聲明 還是低著頭照稿念 念完後面無表情回到台下 蔡明超又繼續低頭檢查 聲明稿看看有沒有遺漏 接著就拿出手機 整個記者會似乎不太合理 因為不僅沒有聚焦在主角身上 而且蔡明超更沒有得標的喜悅 不會二次流失 不會二次流失 就是這個意思 還不能說 還不能說別的 記者會中所有人都低調到不行 讓人更加不解這個成功的得標 到底真正的決策者是誰 事實上蔡明超的新鶴拍賣公司 過去在國際上買下不少價值連成的文物 因此蔡明超的商譽非常良好 甚至傳出這次的拍賣 根本不需要付保證金 這下子公然違反國際拍賣的規則 蔡明超不僅要背負巨額的賠償金 更可能會因此賠上公司商譽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對於人民元的授手可能遭到惡意棄標 國內專家對此表示 買主是為了凸顯大陸國保遭到拍賣的不合理性 棄標以後企圖拉高層次 除了打司法大戰以外 也希望能夠拉高到中法之間的外交跟政治層面 這創下了國際首例 一開始就是一個不一樣的動機 或者比較有其他想法 所以還真的歷來 在這麼多年過去沒有出現過這個事情 所以很難用一般常理去解釋 買主得標卻不付錢 圓明元授手拍賣過程曲折 拍賣老手 韓社董事長王定前說 這太罕見了 但他全程掌握 拍賣的錢 幾個鐘頭 他看來是無法挽回 為了怕被外國人買去 他說他想出職下策 動機上我覺得可以了解 但做法上相當大膽 回顧授手拍賣轉折點 王定前說 蔡明超眼看大陸向法國法院申請競拍無效 國保拍賣再急 才決定拿自己家事得的VIP資格獲出去 不計代價權力搶標 得手之後又故意不付錢造成違約 要凸顯大陸國報被拍賣 根本不合理 背後又是怎麼樣的一個相互的關係或支持 說實在我就不是很了解 背後又沒有官方撐腰 外人很難理解 但依據國際拍賣法 違約交隔30天內 原拍賣主也就是聖羅蘭繼承人 可以對蔡明超提民視訴訟 或者轉售給第二高價的搶標者 甚至回收拍賣品取消交易 現在事實上造成一個僵局 如果再輸出法律 恐怕要花費很多的時間 熟悉拍賣法的蔡明超 不因為法國法院駁回近拍就放棄 搶標再棄標把戰線延長 甚至變成外交政治事件 等於把問題再丟給法國 畢竟買主違約 加世德法理上站得住腳 但要面對大陸輿情實在傷神 TVBS新聞廖廣斌 陳自立 台北總報道 繼續關心的是 扁家畢案的世紀大選 今天吳淑貞就即將出庭了 他希望陳水扁能夠 靜速地獲得自由 但是到底阿扁是否能夠 存活自由 目前還不得而知 不過出乎吳淑貞意料之外的 就是扁的頭銜 可能又多了歌手跟作詞人這兩個 因為他在開桌所一口氣 寫了四首歌 鼓勵台灣民眾不忘本 堅定意志 甚至專輯可能由陳水扁 自己親自演唱 去年六月 陳人總統還跟音樂人 王明哲一塊高歌 沒想到幾個月後 他已經身陷土層看守所 但即便被關 兩個人還能隔空合作 陳水扁寫下四首台灣歌 本土音樂創作者王明哲負責譜曲 起來聽這一首動感的 台灣人 台灣人啊台灣人 勇敢驚去賣牛途 美求逗子拼未來 萬先健康不中來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台灣中國只邊只國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台灣中國只邊只國 還有感性說情版 台灣英文是南島 對 在邊邊邊關河車心 輸過一陣子彼得倒 我們在台灣的路面 不是白人的路面 站在運動歌曲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好的作品 因為它是很直接了當的 把內心所要講的話 直接呈現出來 看來呈現總統會不會 從知名暢銷作家 再變身為台灣歌當家主唱 外界驚呼連連 特別新聞 方志誠 謝謝林尚群 綜合報導 議題只是這回數都還沒碰到 就先被抓到派出所 支持民眾只能代替本尊搶曝光 選在星期天成立競選總部的周柏雅 卻一直面臨黨內分票的疑慮 對黨內同志羅文嘉支持綠黨 周柏雅還是選擇相信 羅文嘉前天已經講過 他會幫我創造更多的選票 而且他這一票 他一定會來支持民進黨這一邊 都帥 蔣乃欣 都帥 連任期間議員基層實力雄厚 國民黨候選人蔣乃欣 則是大走健康清晰路線 放棄大聲工宣傳車 改騎鐵馬深入巷弄 拉近選民距離 更前來籃球明星曾文鼎 立委黃志雄訴求欣欣反貪腐 城市跆旋跳高手的黃志雄 本來想來一技非踢破紙 沒想到 都怪地板太滑了 還好人沒受傷 大安區立委補選剩下不到一個月 候選人各出其招 真曝光也搶版面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再過四分鐘過了午夜之後 3月2號有個新聞大家要關注的焦點就是 陳水扁有沒有可能在這一天被放出來呢 因為他的積壓體很有可能 在禮拜一就會召開 而現在陳水扁有可能被放出來的前夕 高雄市議員鄭新柱 特別率領了500多位的支持民眾 北上聲援 而鄭新柱跟陳水扁會面之後 也做了轉述 說陳水扁 他對於自己有沒有可能會重獲自由 他表示不樂觀 近500名的民眾喊著口號舉著標語 在台北看守所前 為的就是要聲援陳水扁 停扁不忘打馬 民眾還把買來的巧克力放在巨馬上 虧了總統馬英九一下 警方隔著巨馬維持秩序也隨時蒐證 由於民眾不肯散去 警方也舉牌警告 我正式向你們提出警告 請你們立即停止違法的行為 這些從高雄來的民眾 都是市議員鄭新柱的支持者 他們搭著12輛遊覽車北上 沒聽到陳水扁的心聲 誓言不離去 透過鄭新柱的轉述 陳水扁再次強調自己的官司 是政治迫害 也不樂觀自己下個禮拜出庭 能夠順利換得自由 QS綜合報導 雖然說陳水扁跟鄭新柱 談話的時候認為自己是不太樂觀的 不過我們看起來 在抗號成功之後 他的心情變得非常的愉快 這兩天吃東西都相當正常 拖著疲憊的身體 陳水扁還牙看守所後 不只恢復正常飲食 胃口越來越好 心情也逐漸穩定 今天看起來應該是挺穩的 他目前有看報紙跟看電視 自從2月20號陳水扁二度絕食 外加期間出庭三天 和拒絕一次放風 算一算陳水扁已經七天沒有到戶外運動 所謂表示 如果禮拜一天氣好 將會再詢問陳水扁想不想透透氣 另外高登法院對日前陳水扁撤銷 被駁回的抗告案件 審理過後要發回地院更裁 公文可能在禮拜一就會送達 最快當天就會開庭審理 到底最後陳水扁是當庭釋放 是交保回家還是再回看守所 就得看法官定奪 提示文綜合報導 而就在開庭前夕 扁辦是主動的爆料 說陳信雲一家五口買保來豪宅的頭期款2000萬 是跟媽媽吳淑貞給借來的 而且後來還跟銀行貸款了4000萬 這筆錢是由陳信雲跟趙建民兩個人的收入來償還 不過我們也算了一下 保來一個月房貸的本金加利息要還40多萬 陳信雲跟趙建民他們雖然說當醫生薪水高 但是還有三個孩子要養 光靠夫妻倆的收入能夠支付嗎 所以檢方要繼續調查的是 這當中到底有沒有用到貶真所涉及到的不法所得 豪華氣派的保來花園豪宅 豪華舒適的生活便辦透露 吳淑貞拿4000萬現金買屋 剩下8000萬全部都是貸款 而若以現在的房貸年利率3%計算 分20年貪還 4000萬每個月本利得付銀行22萬元 吳淑貞每收入靠陳水扁的卸任後 給元首的收入支付尚無困難 不過陳信雲一家子要背上貸款 再加上和母親借來的頭期款2000萬 每個月本利合33萬 趙建民薪水依照他的說法 捐作公益後每個月僅剩5萬 光靠陳信雲一連間三份拆 月收30萬加上三個孩子的保母費學費 幾乎不可能打拼房貸壓力 而吳淑貞這回會將真相全盤拖出 根據了解關鍵就在過年前戲 吳淑貞秘密訊問陳志忠 當時陳志忠對於保來的主人是誰 表示不知情 但吳淑貞卻將幾個問題寫在白紙上 要他轉交吳淑貞 而果然就在2月13號 特征第四度救訓吳淑貞時 前敵夫人主動向檢方坦白 只是供詞中幾分真幾分假 買保來如此沉重的負擔 扁家是否真能負荷 其中是否掺杂不法所得 也是檢方要追查的重點 體力的新聞綜合報導 敵俊現在扁家 到底是不是真的利用假的租約 來詐領現任元首的補助今天 總統府在禮拜一 他們說上班之後 要正式展開調查 不過呂秀聯他也跳出來 幫陳水扁說話 他說這李玉金 既然規定是給總統來用的話 陳水扁就有權利來做運用 不過總統方面也做了一個回應 說需要單據核銷的事務費用 還是必須用在公務上面的支出 吳淑貞自己坦誠 扁家兩戶保來住處 不是租的而是買的 如果用租屋名義 核銷卸任總統李玉金 恐怕會吃上詐欺官司 只是昔日陳水扁的搭檔呂秀聯 認為言過其實 卸任了就沒有什麼公務 跟私務之分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認為既然利法運通過這樣 那當然就是他可以自己支配 這跟這個債職的不一樣 呂秀聯強調既然是李玉金 陳水扁當然有權利自由支配 不過這些話讓藍軍聽不下去 呂秀聯還來幫陳水扁擦枝抹粉 還來幫陳水扁遮醜 掩飾陳水扁的貪污詐欺的犯行 那我真的要懷疑呂秀聯有沒有是非 有沒有黑白有沒有羞恥心 我建議特征組查一查呂秀聯 說不定他也有跟陳水扁一樣的詐欺犯行 呂秀聯強調這李玉金不分公款或私用 但總統府強調性質類似退職金的李玉金 當然邊旅可以自由運用 如果是需要單據核銷的事務費 就應該用在公務支出上 不是愛怎麼花就可以怎麼花 TVB的新聞 鄭光島過來宣 特報道 廣播時候不斷消遣的一個話題 這連當時跟現場庭一塊搭檔 競選政府總統的蘇貞昌 他都聽不下去了 今天他是反槍了謝長廷 說如果有光碟的話就拿出來嘛 他不欣賞這種說長道短的人 傳說中 總統馬英九 跟巧克力的光碟是真的神秘 還是根本是虛擬 謝長廷搭槍描述的煞友騎士 主角直指2008 跟他過招對手馬總統 連同性戀字眼都出來了 不應該對同性戀 還是說同志去歧視 對於這個國碟老闆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要為他掩蓋一點 比起他是我們台灣算出來的總統 只是這麻辣談話沉澱幾天 謝長廷反被昔日競選夥伴 蘇貞昌狠狠一嗆 如果有就把光碟拿出來一次清楚 不要這樣隱隱會會說長道短 我倒不欣賞這樣的做法 不必隱會說長道短 蘇貞昌話中分明對著謝長廷 不只蘇貞昌蔡英文口氣很無奈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評論 那社會在面對這個問題上面 還是要有一定的理性跟包容 陳田總統在挺上原本光碟大爆料 要將藍印一軍 沒想到這火燒毀綠營 紀錄片新聞 羅素敏 林秉儀 台北報導 下禮拜包括了扁鎮都要出庭 而目前陳俊扁律師團的訴訟策略 就是要主打特仁組的偵訊有瑕疵 而在開庭之前更有大動作 這兩天準備要招兵買馬 廣征義工 希望能夠把特仁組這300多張的光碟 給看仔細 大家一塊來早茶 要不就是有影無聲 要不就是跳街 甚至還出現有光碟沒筆錄的狀況 兵家律師日前大動作公布 七大段偵訊光碟 一一指控特仁組的偵訊 問題重重 勾竄的部分 類似脅迫的偵訊內容的對待 那他錄影有連續 但是錄音在後面很關鍵的30分鐘也不見了 他為什麼可以把律師支開 出這招 接著又發現檢方300片光碟明細中 馬威城 彈員大一品院貢屋 提到張哲成的光碟 和估重量返台的第一場 偵訊光碟也不見了 就像達了一場勝仗 扁家律師現在打算再接再厲 透過扁辦招兵買馬 大家來找查 之前就持續地做這些工作 包括同仁 包括他會找一些人來幫忙 300片光碟要在13號 北約設定的勘驗期限前看完 递出書狀 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扁辦決定向友好社團獵人頭 招募一二十名義工 必備條件熱心細心 還要回基本電腦操作 據法律背景當然最好 要和別家律師一起來看光碟 錄一文挑問題 這需要啦 畢竟大家如果是一些的話 也會給 像如果要去 也會給公司對吧 大動作 扁辦和律師動起來 挑戰特徵組 遵訊過程的公信力 要找出辯護最佳武器 TV邊新聞綜合報導 其他一號消息來看 苗栗的國華地下道 發生了轎車撞上了水泥護欄的以外 這駕駛一次因為酒後開車 高速失控的情況之下 撞上了護欄 它的車子是完全的扭曲變形 坐在前座的女朋友大腿骨折 就當人員趕到現場 把她拖出來的時候 痛得哇哇大叫 銀色轎車在沒有踩煞車的狀況下 直接撞上水泥護欄 又重重摔到地面 駕駛座的車門擠壓變形 居民男子也卡在裡頭 不只駕駛等待警消救援 旁邊的女乘客 傷勢似乎也很嚴重 歡迎收看新聞